防疫期間大家宅在家裡 有寵物的人在家有寵物可以陪 養貓咪的可以整天宅在家 不過對養狗的侍主來說 狗狗必須找時間出去溜一溜 受醫院提醒說 新冠肺炎不會經由犬貓傳播 選擇到空曠人少地方 回到家還要保持自身清潔就可以了 不用向寵物來噴灑消毒水 以免造成毛小孩中毒了 新冠肺炎持續緊繃 對於家中有飼養毛小孩的寺主 也會擔心是否有染疫的風險 甚至會擔心出門 是否要幫毛小孩戴上口罩 高橋動物醫院院長英宏援助表示 依照目前科學的研究結果 新冠肺炎是不會介入全貓傳播 家中有確診者或被隔離者 維持基本防疫清潔措施即可 不需要向毛小孩噴灑消毒水 以免造成寵物中毒 在新冠肺炎期間 大家會在家裡面使用一些消毒水 或者是酒精這類的藥品 建議不要直接噴灑在動物身上 特別是動物跟人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動物會去舔它的毛髮 所以如果我們把消毒水 或者是酒精這類的刺激性的藥品 噴在寵物身上的話 有可能因為他們舔食的過程 吃進去造成了一些中毒 或者是對身體的一些傷害 因為目前為止在國際上的研究報告 還是認為新冠肺炎病毒 對寵物的影響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如果家中有確診者 或者是有隔離的這些家人 其實寵物的飼養 可以照正常的方式進行 不需要擔心被傳染 或者是藉由動物來傳播病毒的問題 寵物身上也不需要特別幫他們 戴口罩或者是噴灑 甚至噴灑消毒水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盡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去遛狗 那在遛狗當中 過程當中也提醒大家 記得遛狗要細狗練 然後遛狗不流便 政府呼籲民眾宅在家少出門 院長提醒四組 寵物若有需要飼料 長期藥品等 建議準備好充足的份量 有看病需求 建議先電話預約再前往醫院 老毛小孩在疫情期間 能健康的成長 一起陪伴療育 四組度過這段低潮 接著講邦彥火聯師報導